Play按10下 都沒反應 快轉10秒按一下 活了 嘿大家好我是火梨 昨天那個Apple TV PC版網頁版不能看 那今天不小心 試出來了可以看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Apple TV官網上面寫 PC也能看 好 所以就去網頁版的來看 你要先登錄 登錄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部 光明與黑暗好了 進來了 發現他沒有跑動對不對 都沒有跑動 那這邊有的Play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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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反應 那再按一下快轉10秒 快轉10秒也沒有 倒轉10秒 快轉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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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這昨天我也是這樣按阿 昨天都有按過也都不行啊 那 這個 好沒有 按一下 Play 沒反應快轉10秒 有有有 欸這裡快轉10秒就正常 他直接跳到30秒 開始放 不是10秒還是我按3次 Play 這個按Play沒有用 我分到開頭了按Play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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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 快轉10秒 快轉10秒 快轉10秒開始動作 倒轉10秒 可以 快轉10秒 那暫停 你現在暫停就有用了 Play 現在Play就能用了 所以你一定要做的動作是要快轉10秒吧 好可是剛才那個又不行喔 剛才那個 光明與黑暗 欸什麼 這是什麼 在這個末日 末日光明 好 好 來喔 來喔這樣看喔 直接畫面來過來 Play 沒跑嗎 Play 快轉10秒 欸快轉10秒 快轉10秒又可以看了 剛才按的老闆鍵不行有沒有 現在按了就可以 你要先做一個快轉的動作才可以 暫停 喔 Play這有用 Play 這是哪一果的設計呢 曾經直播秀好像有播過 喔 曾經直播秀太遠了 昨天是這一個影片 按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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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快轉10秒 快轉10秒就開始播了 很奇怪 好啦 電腦能看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片好不好 到底有什麼片 來看一下什麼片 成千直播秀 末日光明 迪金聲 太空使命 象群女王 這個什麼的 卡通的啦 兒童家庭的那種 小鬼 文字幽靈 欸 這要不要錢 喔 網頁版的是不是都那個不用錢 好 我們再試一下剛才那一招 Play Play按10下 都沒反應 快轉 快轉10秒按一下 播了 真的咧 好啦 不行 不行現在 欸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有什麼影片 Snooby 真正太空 靈異女僕 大家的故事 故事 真言真相 這做什麼 這12月6號才播 有些是那個啦 這是預告片 欸不對啊 那有些付費的呢 網頁版就看不到啦 我找一下 真的呢 網頁版就不能看了嗎 網頁版不能看嗎 有像那個獅子王啊 好 好啦先這樣子 搞不懂的Apple TV 變成你現在看網頁版的話 你只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十個 然後這是預告片 只有10個 影片能看 你看 是有這 好吃的蘋果嗎 收工 這樣很尷尬 我如果花了真的 我如果是自己花了100 嗨妹妹 我如果是自己花了170元 當這個 來 訂閱Apple TV以後 我要看獅子王 這樣很尷尬啊 我如果花了170元 當 這個Apple TV的會員以後 我要看獅子王 我也只能 在手機上看 或是其他的 那個Apple的裝置上看 但是我要用網頁版的話 我找不到獅子王在哪裡 我真的找不到 獅子王在哪裡 對啊我就找不到 獅子王我要付費看獅子王 然後在 電腦上面看 也沒有啊 我電腦我切的HDMI電視就可以看了 真的搞不懂 Apple Apple到底是怎麼搞的 我不能 好啦那獅子王我有訂閱愛奇異 我每個月 兩張電票我就可以拿來看獅子王了 而且現在的很多電影都是很多平台都同步上線的 我去愛奇異用 他送了兩張電影票就直接愛奇異上面可以看獅子王了 小朋友就看得很高興的 我為什麼要來Apple TV上面看呢 然後 Apple TV或許有他的一些 比較特別的電影吧 這些影片不曉得是他自己才有的 我也不想去找 因為 我如果光為了目前看這些 影片 來付費170塊 我覺得 真的那麼有愛的話 再考慮吧 我忽然間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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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TV到底是幹嘛的 啊對啊 他如果一開始影片這麼少然後 東西這麼少的話他應該是你登入會員就讓你全部給我看了 才對 包含這些影片 人家去別的 一般會看 這種 一般會看這種線上這種電影的話其實很多人都有其他比如說愛奇異啊 或其他平台 人家都有訂閱 基本上有些都有訂閱可以去看 價錢其實 難得算了 會員的價錢其實不曉得 應該沒有差太多吧 我們算一下 我愛奇異一年是 1999 但是我是買一送一 999 Apple TV其實他剛開始創立他應該把這些東西都弄成免費的 第一年你就免費進來就讓你看 先把觀眾群養在這裡以後 第二年再開始分類 像電影啊這種特別電影要收費嘛 對不對 然後把觀眾養在這裡 然後你要來看就要開始收費了 要讓觀眾有那個價值嘛 他現在 他現在 能提供的東西還是太少了 啊 沒關係吧 反正我應該還是看愛奇異啊 拜拜 吃飯了 吃飯了 好走 吧 他比較提供的呀 太太要 ∂∀ answ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